今天是前中共高官军队元勋林彪 克死他乡45周年的日子 1971年的9月13号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 在与家人出逃时 在蒙古共和国的荒漠击毁人亡 在中共建政之后 林彪历任了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 在文革中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 到底该如何评价林彪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旅居美国的 中共党史问题专家高文谦先生 来为您进行分析 高先生您好 你好 郁文 是 先跟我们谈谈 到底林彪在中共党史上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中共的功臣还是罪人呢 从中共这个角度上讲呢 林彪是功臣和罪臣 罪人两者兼有这么一个人物 从功臣方面呢 那么实际上在中共的这个高级军事将领中 林彪就打下红色江山 立下了头功 他率领第四野战军 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在这一点上 中共的其他的元帅里面 无人可以跟他相比 那么从这个罪人上讲的 那么就是因为是文革的时候的话呢 他是被认为是这个卖国贼了 但是呢 这种对中共的这种功臣呢 是不是对中国有好处 对老百姓有好处 建立这红色江山 对中国老百姓是福还是祸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另外呢 我必须还要说一点呢 就是说 林彪他亲手建立了这么一个红色江山 也就是这么一个中共的这个集权这么一个制度 但是的话呢 他自己反而被这个制度所吞噬掉 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 他现在是葬身荒漠 成为孤身野鬼 现在到至今回不了家 那么关于这个功臣的这一点讲的话呢 我还要想再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1971年的913的这个事件 本身呢 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深远 那么他实际上呢 是宣告了文革的破产 这个使得毛的政治神话也给打破了 那么那么对对使得很多人呢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开始反思 开始什么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影响了整整的一代人 包括像我这样子的 我们的心路历程呢 都是从这个过程中呢 从这林彪事件过程中呢 从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 对于老百姓的反思这种制度 对于反思文革 对于打破毛的政治神话 林彪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功臣 是 高先生我们最后剩下一分钟 也想请您跟我们谈谈 很多的民众对林彪事件 还存有很多的疑问 我们知道在2012年的时候 林彪的女儿曾经透露了一些真实的状况 就您了解在中共党史的研究过程中 就林彪事件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和发现 另外我们也知道 在中共党史上许许多多人 刘少奇 邓小平 甚至连见证出奇的高岗都得到了平反 为何林彪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死有余辜呢 林彪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平反 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中共的两代核心 那么实际上呢 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林彪如果给他平反的话 还他历史本来面目的话 毛泽东往哪摆 这是当年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以后 一直压住林安 不让他翻 这是邓从政治上考虑 另外从邓的私人考虑上 他跟林彪之间呢 也有余量情结 因此的话呢 他不愿意让林彪那份案 最后再说一下 关于这个林彪 实际上呢 这个林彪的这个45年来的话呢 大体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楚 毛铃交恶 另外的话呢 现在是不清楚的是 在9月12号晚上 他为什么这一脚迈出去 我这个45年来呢 这一方面仍然没有 这个有说服力的材料 能够说明 当时那天晚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高文谦先生 为我们所做的一些详细的解读 感谢您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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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